第一次和我兩個朋友來到宜蘭 挑戰我人生第一次的索契 這條路線就真的適合我 路程短之餘也不難走 輕輕鬆鬆就可以完成這個探秘之旅 我忘記把錢包放進去 第一次總有些脫漏的啦 作為一個新手 你猜我問得最多是什麼 就是這句 這個怎樣 一日都拆了 幸好石頭不高 否則我真的冷了 你看看我整隻蜘蛛盒 嘩 這個有點綫 是有點綫的啦 幸好有買到防滑梯 我猜我們走了三十到四十五分鐘 就到這個新風瀑布 喂 買了這麼多防水裝置 當然是試試去防水可不可以 測試結果呢 這個原廠GoPro殼 是真的一滴水都沒有進去的 但如果你在瀑布下面影 你就要留意一下水力有沒有按關鍵 對呀 我們三個人獨佔了這個瀑布 直到太陽都差不多落山 我們都走了 從昨天那灌溉 換來 原來不可以這麼大力跳 太陽都不等 不計劃將來 一切成敗背後 難免有些被愛 就如競賽 沒有輸淨會精彩 哪個有指甲可理愛 莫非俗相掩蓋 就等到一次慷蓋 凡事學會俗傳看開 無謂自動感蓋 凡事學會俗 很大 可不可以 作詞 & 傑語 作詞 & 品牌 好,已經沿下去了 我是否直接走這裏